经纪人在提交给Smission Department之前,需要准备哪些文件以及贷款整个过程中经纪人需要做什么? 经纪人在提交给Smission Department之前,需要按照Smission Checklist将相应的文件准备好,根据Smission Checklist向客户邀到所需要的文件,然后整理,一起提交给Smission Department。 一,在整个贷款过程中,对Purchase Loan一定要注意Closing Date以及Contingency Removed Date,最好要坚持CTC之后再Remove Contingency。 二,期间针对Processor发过来的Condition,即是和客户沟通好,准备好这些文件,尽量以特性发给你的Processor。 三,注意把握锁息的时间,注意锁的时长,要确保自己能够及时Closed的,通常锁息需要注意两个方面,一个是什么时候锁,第二个是锁多长时间。 什么时候锁息,对于查收入贷款要根据市场来判断,因为每天利息都在变动,选择一个恰当时机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利息点。 对于不查收入的贷款,则不用担心什么时候锁息,因为利息基本上是不变的,锁多长时间取决于经纪员能不能及时Closed Loan,以及Condition的准备和提供速度。 如果速度慢,或者一些Condition Document需要花时间准备,那就需要考虑锁长一点的时间。 一般是发Discordial or submitted的时候锁息,至少锁60天,Initial Approve的时候锁息,可以锁45天,CTC可以锁15天或者30天。 四,需要注意贷款签字的时间,通常贷款签字必须在贷款CTC之后切锁息。 客人签了Locked LE和Initial CD,只有完成这些操作,客人才可以签贷款合同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如果你有房屋贷款或者在融资的需求,请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626-427-3972或626-308-9793联系我们,立即获得免费咨询,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房贷知识。